来看看哪些组维命格的女人 靠自己就有机会可以致富了 是 财富我们当然要来看财博公 是 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女强人 财博公 给她找出来 好的 景萱是舞贪 主义舞贪 华萱是组维跟贪狼 我们制作人怎么这么厉害 这集找两个欺杀的来谈女人当字 你看两个命宫都是欺杀 可是他们长得都不像欺杀的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了吧 就是说你们到黑道也可以混成大哥的 给我们不做大哥的女人 自己当大姐 所以你看这集叫女人当字强 其实大家对欺杀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就欺杀感觉杀气很重 其实欺杀简单来讲 它就是什么 一旦决定之后 不屈不挠 不达目的 绝不宗旨的命格 所以性格决定命运 你看古人 只要是欺杀 男生就是大将之命 可是女生就叫客夫之命 那为什么 因为以前女生不准有事业 对 所以男人看到欺杀一定会软掉 没办法 脚软 脚软 太强悍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两位现身说法 就是你们在事业上的追求 那个气场太强大 可是婚姻却是两个人必须互相包容的 这一点来讲就比较困难 但是你看我们从财伯公的角度出发 我们看什么样的人会投资 会致富 第一个是太阴行 两位都没有 两位既然是欺杀 你们跟这种阴的就没有缘分了 就不会有太阴了 太阴是什么 太阴本质上是个悲观主义者 悲观主义者为什么会致富 就好像李嘉诚 他的名言是什么 他做任何投资都先想输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悲观主义者 那乐观主义者是 我一定会赢 我都不会去想输的时候 结果输到没办法翻身 因此太阴保守谨慎 反而很适合做投资 但是他投资股票就没那么厉害了 因为太保守 可是投资房地产就是第一名 所以太阴来讲 为什么称为田宰主 就是投资房地产就特别强 保值 他觉得保值就够了 最后就赚得更多 所以太阴是属于投资致富 那再来我看到了这个景萱的 吴曲星 所以吴曲称为财星 你看刚刚景萱是不是现身说法 已经说了他自己怎么样去做投资 简单讲吴曲最重要 大将之命的 最重要是什么 纪律 你看他刚刚讲 很有理性很有纪律 我有多少钱 我百分之几要干嘛 百分之几要干嘛 然后怎么 然后自己的钱要怎么样做 你看他非常有纪律 所以人家说 不管多头空头都会赚钱 重要是什么 要有纪律 有的人就是情绪化 我喜欢我就做 不喜欢我就不要 这样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赚钱 所以吴曲之所以称为财星 各位就了解了 有纪律 很重要 所以这个人会赚钱 投资他是对的 现在投资你来得及吗 可以可以 看到命盘就知道 这个人很会赚钱 是哦 再来 第一个是紫围 你看这个华轩 他的财博工 是不是贪囊对工就是紫围 紫围是会让自己定高目标的人 目标定得越高啊 是不是自己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强 所以人生失败不是罪 低水准的目标才是罪 小确信其实是一种不好的事情 对 你小确信你就 我真的这样就够了吗 好满足 没有问题了 我就是属于小确信家太阴 所以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人家是紫围 所以华轩是被主播台耽误的女企业家 我吃刚刚一饭是对的 所以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越高 能力成长的就越快 你看到他好像创伤累累 每一个创伤都是什么 能力啊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要有钱要有钱 你自己首先就要把目标定得高 你定的目标很低的话 你一定会所谓的知足藏的 换句话说就是穷也没关系啦 对 所以为什么要称为叫致富有钱 各位没有发觉这两位欺杀女生 不要被她们的外表所迷惑 你看看 是不是很强 目标定这么高 那我们也很想追求幸福啊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女强人 可是我再讲一句话啦 人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限度在哪里 而接受那个限度就是幸福了 因为我的极限在哪里 老师那这个话跟你刚刚讲 那个定高目标怎么有一点冲突啊 所以这就牵涉到了 她刚谈的幸福就是我在追求钱 我目标定得高啊 我可以忍受现在的痛苦 我为了未来的目标嘛 可是比如说爱情的部分不可以 爱情的部分你听得太完美 对 期待太高 人生没有完美的啦 你想想看 爱人的往往不被爱啦 对不对 然后被爱的人往往不爱人啦 可是两个都相爱呢 又迟早会分开的 这就是人生嘛 宝贤哥年轻的心 这就是人生嘛 必然的嘛 好奇怪 我给他认识你了 怎么会认识到我都猛 糊涂的是吧 对啊